主委好 剛才我們許委員講 政風主計人員有沒有參與 我最近去看幾乎都有參與 不管是鄉鎮區或縣市幾乎都有 他們都很認真負責 我記得四年前我在這邊質詢的時候 我們常講最有利標和最低標 它的優劣在哪裡?請你說明一下 我想最有利標跟最低標的 這個優劣情形 它最低標是非常方便 價格嗎?最低嗎? 那麼類的問題就是說 它低價強標 會劣幣取值良幣 那最有利標它的程序比較繁忙 那麼也許它的價格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它可以經過監督 可以確保品質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確保這個品質的 要避免低價強標 對不對是不是? 那四年前也是 那個吳主委他非常支持最有利標 多一點有沒有 鼓勵最有利標 就是平選了 用平選的方式 那為什麼當初我們講 我們金門大橋有沒有 發爆了多少次有沒有 搞到十幾年 還有我們的桃園的基結有沒有 也是十幾年 將近二十年有沒有 那才會完成 那就是當初是最低標所造成的 所以說我們一直往最有利標有沒有 平選方式 來執行這個重大的工程 那我們看一下比例 有越來越高的比例 那比例高就不會有流標嗎? 也是會有啊 是不是?我講一個 那我們淡江大橋 流標了七次 是不是? 剛才講的齁 那尤其我們桃園機場 T3有沒有 也流標了三次 那亞洲新灣區啊 那個特茂3 特茂5還有亭3 也流標了齁 那台電二旗的封場 也六度流標了 我講這個都比較重大的齁 那請問主委 問題是採購最有利標 還是最低標 造成這個流標的 他們這幾個 我講這個大案子 如果這樣大案子 一般都是最有利標 最有利標嘛 絕對不會是最低標吧 對 那最有利標還會流標 為什麼? 這是重點啊 這個就要看他的 這一個標案本身的狀況 譬如我們就講 剛剛講T3來講 T3在我們的深入了解之後 發現他原來的這一個 招這個徵圖的時候 徵選這個圖的時候 跟價格就不相當 就不相當 那麼這一個 之後 那麼設計又是非常的艱難的施工 跟之後的維護會有風險 廠商又不敢進場 第三個就是他的施工的條件 像工地的公務所 那麼距離工地五公里遠 又要禁管 非常不容易 等等 為什麼這些呢 還有勞工問題 都是 存在內在的問題 以至於 即便最有利標 廠商還是不敢進場 好 主委你就講 設計的有沒有 設計的有沒有 跟我們的金額有沒有 編的金額不符嘛 對不對 那當初你找這些委員來評選的時候 你找誰 你怎麼那邊 我是主管機關 我應該跟這些評選委員講 我的需求是什麼 先開個會嘛 是不是 我的預算是多少 我需要什麼東西 那今天你還評選了 你還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這個T3你看這麼漂亮 他是誰設計的 英國一個非常有名的建築師 建築爵士耶 他設計的 你看 他這個大棚展翅 有什麼不好 很漂亮啊 是不是 這雲形的天花板 還有13萬朵的花瓣 怎麼漂亮 主委 這我跟你講 我們自從 我們小時候講 那個十大建設完 最大的一個建設就是這個 對不對 104年的時候 我們編了747億 是不是 那107年 就像主委講的 可能 這個利潤低 有沒有 這個風險高 沒有人辦法去投票 沒有人要去投票 好我們就提高了到789億 多了42億 你每次講說工法 很多外面都講說 這個工法很難做啊 這個花朵13萬片太多啊 這個 這個雲形的那個天花板不好做啊 有沒有 這踏棚展翅做起來有沒有 又有角度啊 又有彎度啊 他沒有辦法 我現在講一個公務所 又離了5公里 我跟你講啊 這個 如果不照這個做的話 是非常可惜 那我們市西不是很有名嗎 市西還做西部的 有沒有設計 是不是 你今天講來講去的 那到底是誰的問題 我覺得 你當初 你機場還有這些有沒有 主管機關到底要幹嘛 是不是 你搞一個 就像你講的 你說這個多少錢 你說這個工法多少錢 很難做嗎 才多少 17億而已耶 17億佔789億的多少 才2%耶 有些像講的 利潤低 風險高嗎 我跟你講啊 這還有很多問題啊 第一個 設計的問題 就像你講的 工期的問題 經費的問題 工法問題 還有材料問題 這都是 所以說追根究底 就是之前 我們在評選 有沒有 這個設計標的時候 這些委員 我看搞不清楚 他是看好漂亮 還看到有名的 還看到他們去想到這些問題 所以說我說喔 主委是不是 我們這個重大工程 是不是要先 跟委員說明一下 我們的預期是什麼 我們的經費是多少 我們的目標是多少 像這個東西 一拖再拖 這個我是桃園的立委 你知道嗎 這個對我們桃園 對國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沒有第一行下 第二行下 我講難聽 我小時候都在第一行下玩 我路還比你還熟 怎麼走 我們航邊走過來 因為我的同學都在那邊上班 以前我們沒適合 跑去那邊玩 後來第二行下 看起來很漂亮 現在去看有沒有 又老舊了 是不是 第三行下 你還拖拖拉拉 到現在還沒有做 主委 你身為主委 你要怎麼處理 我現在奉這個院長的指示 已經以院的立場 成立專案小組 在協助他們 在協助 在協助 董事長也換了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信心 標的出去啊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 應該可以吧 那講到 這種東西已經超過兩億 可以國際標 是不是 主委有沒有道理 對啊 我看到杜拜有沒有 杜拜他很多建設都是國外來做 尤其機場 他一個人 一個人 紐澤西戶來有沒有 欸 他們做了幾十年 工程的人 那外國人來 來包他們機場做的時候 第一個跟他們講什麼 你紐澤西戶來 方向不對 他們搞了幾十年 還以為都是這個樣子 是不是人家專業 第一個問題跟他講 你這個不對 你應該方向弄錯了 他們搞了幾十年 還以為就是這樣放 結果是放錯了 我就講這個簡單的例子 叫專業 動工錢 是不是要就像我們一樣 我們現在機場是不是 把他路線要改過來 有沒有 有沒有是不是 這個簡單的問題就是專業 國際標很重要 兩億以上 像我們這個那麼重大 還有一百億才能請外勞 有沒有 工期還要 這個工程呢 要十億以上 還要一年半了 有沒有 這個工程才能請外勞 我想大家講 我們的 那個 錢瞻基礎建設 已經開始發包作了 對不對 是不是 很多工程都在做 而且地方 你也知道 現在的房市也不錯 公共建設又那麼多 工人是缺的 主委有沒有道理 那你一百億才能請外勞 那這些人怎麼做 剛剛委員提的 這幾個外勞的條件 我最近已經協調羅東部 同意修正 同意修正 要快一點 這個我們很多建設 有沒有 我們不是排斥本國人 本國人只有四千多個 是不是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請外勞協助 在一個期間 我們國家發展的時候 有沒有 請他們來協助 可以聘請外勞 這個是對我們這個進度啊 這個重大工程進度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 那個主委啊 你還是要跟勞動部啊 還是要趕快配合 趕快修法 好不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這個已經協調好了 那南方澳斷橋 大家都知道嘛 這吊橋都很容易斷 而且不容易檢查 這個 我在基層也待過 當過公所秘書 當議員 當世界 我每次覺得說 我們編了一些預算 去檢查橋樑 我看他們檢查橋樑 我會覺得 這個都有問題 用看的 沒有測的 而且是說 固定那些人 去包的 用木式的 你懂嗎 他不是科學方式去做嘛 是不是 在這個斷橋的問題 那今天重建 又卡關了 請問主委 你知道為什麼會卡關 橋位的問題 橋位的問題 就是因為 漁會的進出貨 那貨車進出的問題 這沒有辦法解決嗎 我已經出面再協調了 再協調 有沒有把握也完成 絕對要完成 絕對要完成嘛 我想啊 這幾個重大建設 不能再拖 我覺得我們的工程 為什麼拖這麼久 那麼多工程 拖這麼久 就是沒有專責的人負責 我想主委 你是公共工程委員會的主委 一定要 跟地方 協調 而且這重大的工程 一定要管制 這就是你們要管制 你們要監督啊 是不是 你們的責任啊 是不是 所以說 主委 你要分工 要專職 然後派專人去負責 這樣子的速度才會快 那開一個機場搞了多少年 你搞了半天像機捷一樣啊 有沒有 那國外人來說 哇你們台灣多進步耶 到台北有沒有 有機場捷運可以做 搞了18年 你這個會不會搞18年啊 我看那個第四個都要用了 你看我們進出 現在是武漢肺炎 我們進出現在 入境出境只有一萬人 各一萬人左右 九千到一萬 那平常是多少人 一年是多少人 一年將近三千萬人呢 是不是 是不是 說這個非常重要的 好 主委加油 謝謝 謝謝